4公斤的玩具 我只花了 戰鬥陀螺 掰掰 仙女變身 不按讚這不影開的觀眾 我就會到夢裡去找你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魏 歡迎來到好主帝開箱頻道 今天呢又來我們的 拆筋洗包的盲包裹系列 那我們今天呢 就在淘寶上面就是收集了一下資料 我就鎖定了一個盲包裹的系列 叫做玩具篇 那我們這一次呢 所有的淘寶的東西 都是透過東拼西臭集運 來幫我運送的 最後我買到了 一大箱的玩具 然後呢我們這次買到的是 4公斤的玩具 那我剛剛提到的東拼西臭呢 他們很方便的是可以寄送 食品、藥品、化妝品、電子產品 以及一些國際大牌等等 那如果像是啊 電器或是家電啊 家具這類型的大型貨物 也可以用海運 是不是很方便 而且呢大家最關心的 應該就是運費的部分嘛 東拼西臭集運呢 他的路線都是含稅的 不需要跟其他的集運公司一樣 都需要收取額外的運費 所以他幫我省了很多錢 但是超省超佛 好喜歡啦 好我要來教大家 如何使用東拼西臭集運 來進行下單你喜歡的商品 首先呢 先進入東拼西臭集運的微信小程序 獲取倉庫地址 第二呢 把地址加到淘寶的收貨地址 第三 等到賣家發貨後進入查看物流 獲取快遞單號 記得喔是快遞單號 大家不要點錯了 第四點 獲得快遞單號之後 回到東拼西臭集運的小程序 點選添加國內快遞單號 接著等到包裹送到集運倉庫後 就會顯示 以路庫國內單號這邊 左側呢 會提供物品的圖片 接著呢 大家只要填寫完整的訂單 送貨資訊 以及快遞路線就可以囉 而且呢 現在拆貨的集運服務啊 基本上來台灣的包裹都是不拆包的 但是呢 東拼西臭的集運 可以事先幫你拆掉多餘的包裝 節省運費和重量 一般貨品 國際大牌和化妝品 電子產品等等 就可以選擇特貨A專線 或者是海快路線 如果是食品啊 或是藥品的話 就要選擇特貨B專線 倡庫打包完畢之後呢 你就可以在微信上面 收到服務通知 然後你就可以在帶支付上面 看到物品的圖片 以及称重的重量照片 確認沒問題之後 就只要支付運費哦 支付呢 也有多款的付款方式 像是台幣啊 麻幣都是可以直接付款的 如果要方便快捷的話 使用淘寶支付也是OK的哦 發貨之後呢 你就是追蹤物流狀況 再加等待收貨就可以啦 OK 剛剛那些步驟呢 就是我們這一次在淘寶上面 購買這四公斤玩具 的一個方法跟路線 二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來開箱一下 究竟這四公斤的玩具裡面 會蹦出什麼樣的東西吧 我是直接從最上面這一 哦 這一很大耶 這個東西是 這什麼意思 有九成發表 就是一個意志 意志型玩具 所以這個玩法是什麼 就它是有這個 加減乘除大於等於 這應該就是一個幫助那種 還在學九九成發表 跟基本的加減乘除的 小朋友們去玩的吧 我來看 8加7等於 多少呢各位觀眾 8加7等於15 要學數學的話 各位去寫練習本就好了 下一項 OK 我們呢 繼續抱著期待 來開箱第二項 這個東西是 戰鬥陀螺 那戰鬥陀螺 我記得也要那兩百多塊吧 我這張陀螺不便宜耶 因為我最後再跟大家說 我們這一箱的總價 我買了多少錢 感覺還不錯啊 而且戰鬥陀螺應該還是算 現在的小朋友們 還是會玩的東西吧 裡面呢就會有一台陀螺 這個戰鬥陀螺就看起來 拉撒撒撒的耶 無字還蠻明顯的 有沒有人玩過戰鬥陀螺 這什麼裝 好的好的 感謝 好厲害喔 他們把它裝好了耶 來吧 各位觀眾 掰掰 下一項 繼續摸 繼續摸 欸 改色誰把它放回來啦 彩虹小馬耶 這還不錯耶 這彩虹小馬應該 正常來講的話 也要一百多塊兩百多塊喔 OK 喔 他的頭髮已經 近乎崩潰 喔 他好油喔 好油 他真的是擦髮油耶 你有多久沒有洗澡 喔 我知道了啦 我知道為什麼會有油了 他的那個身體裡面 是有液體的 他的身體是有顏色的 他的身體裡面有液體 然後那個液體就是液出來了 導致於他整個頭髮 他整隻 Rambo pony 都是油 他是一個損壞的玩具 我們做個長腹清潔一下 然後再來開箱下一下 洗手 好的 那然後來抽下一項 嘿 木質立體拼圖 他是一條龍耶 我不用拼吧 雖然他看起來是不會到超難啦 但是 我們既然看到了他就是把它拆開來 比較好一點 喔 他有一股就是 木頭的味道 欸好多零件喔 太難了啦 我不會拼他的 嘿 下一項 泡泡水 不是照理說 蘋果底下應該要吹泡泡的那一根嗎 OK 第五項就是泡泡水一罐 目前呢五樣商品累積金額 我們預估是七百塊左右了 OK 再來 嘿 這是我們之前開箱過吧 加特林電動 欸 這邊剛剛那個泡泡 我根本是一組的 他裡面應該有附 還是乾 是不是還被拆 碎掉了 有一點點 但是應該是不影響他的運作的狀 欸真的耶 這應該是那一罐泡泡水 只是被拆出來了 這是他的啦 這之前開箱的頻道 就已經有玩過 但需要電池 下一小 就是你 好重 什麼就是龍 而且他蠻重的你知道嗎 他說他是3D的仿真骨骼 喔這是那個啦 大家不是有一陣子很常開箱那個 要自己當考古學家的那種 就是裡面會附一塊化學土壤 然後呢你要自己拿那個小工具 去把它敲開來 然後去看你挖到哪一隻恐龍的概念 你看就是這樣子 好啦 但這個蠻好的是他 放在這個容器裡面 不會弄髒 然後總之看他這款的遊戲 非常的簡單 我可以放棄嗎 大家應該也都把這個看膩了吧 應該超多人拍這類型的東西 有了 ありがとう 來的 來一點好玩的東西吧 嘿 全家積木 欸真的是那個全家嗎 欸這還不錯耶 有點類似樂高的感覺 就他呢整個拼完之後 就會變成全家的那個 用餐區跟商品櫃 他的最後的完成圖就是這樣子 這個還比較好的是說 你可以最終完成一個 有點類似樂高模組裝飾品 這樣子 這還不錯啊 這我覺得我願意花100塊去買它 但我不會買 哈哈 再來 第八項 夢幻仙女包 你沒有糖果 內涵美味糖果 我是變仙女嗎 我是Sophia公主 這是我的仙女包 我來看一下我仙女包裡面裝什麼東西 他說內涵美味糖果 Tray candy 我的美味糖果呢 而且是什麼 我剛以為 因為我剛這一面看的時候 啊不是 不是 仙女變身 不按讚這部影片看的觀眾 我就會到夢裡去找你喔 叮 好了我從剛剛就摸到一盒非常巨大的東西 大的東西是 又是巨木 他怎麼又是巨木 他整個煮下來會變成這一個 然後有滑梯 但是要去煮欸 你覺得寶寶會去煮這個 這有點也是類樂高 就是銅趣版樂高 喔裡面的零件組真的是蠻多的 這就很大型 這組出來應該 喔 這組出來會很巨欸 它其實只有幾個步驟欸 我要把它裝起來 歡迎大家來到 我的國度 好OK 下一項 喔喔 這個沒有包裝 這是什麼鬼 它是一顆糖果的外殼 OK 這什麼 喔 喔 這個就是之前看一些短影片 它們上面會有一些長的 也像是類似這種 就是 動物擬人太的寶寶 感覺是那種就是 洗澡玩具欸 我自己覺得 OK 但我覺得這個應該不便宜欸 下一項 欸 最後一個了 4公斤的玩具 最後一項是 什麼啦 又是一隻玩具欸 它是有各種五顏六色的這個吸盤 然後你可以 讓小朋友們去發揮自己的形象 二十 幼兒玩具 真的可以歸類在 我們的盲包玩具裡面 我期待的玩具 可能是一些什麼 公仔 玩偶 娃娃 龍貓玩偶 都沒有欸 它就是都是這種意志型的玩具 失望 好的 我們今天總共收到 四公斤是十項的玩具 我們預估金額 大約價值有 1998元 將近2000元 但是 我只花了707元 其實以金額上面 大家會覺得說 哇很划算 但是你只是一看 今天我們收到的東西 失望 所以說呢 不要抱期待 就不會有傷害 那它就是買一個新鮮 買一個刺激 買一個未知 好的 如果呢你也像我一樣 想要在淘寶上面購買東西的話 一定要使用東拼西湊集運 因為它真的是非常的安心 又可以幫你省錢 現在呢用微信掃描這個QR Code 還可以享有 首單九折的折扣喔 好了 同時喜歡的角色 記得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鈴鐺 還有追蹤Instagram 大家下次見囉 掰掰 鼓勵打呼不要那麼大聲 等一下在工作 你有沒有禮貌啊